阿布 阿布啊 腳踏曖昧啦 快點客人要來了啦 現在這個非常時期喔 這個防疫一定要做得很好 擦得很乾淨 你的酒精多噴一些不用省了 對啦 都給他 對… 快點… 歡迎… 我的客人 美鳳姐 而且怎麼還有什麼酒精噴散消毒 這樣你也太誇張了 不會啊 怎麼乾淨啊 沒有 看妳這樣子打掃 我們都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的狗 真的很會掉毛 真的 等一下就不知道 整間都是耶 這狗很會掉毛 我們習以為常的清掃方式 抹布沾水擦地板 竟然是不正確的清掃風格 最新研究指出 許多過敏原致病菌 容易藏在家中看不到的地方 沒有清理乾淨 可能引起過敏氣喘感染 或些毒性強的病菌 還可能引發脹氣病變 甚至不無致死的可能 經常使用化學清潔劑 抵患氣喘的機率 相較於從不使用清潔劑的 要高出43% 同時被浮量也明顯下降 用酒精打掃最乾淨 泡泡越多才能洗得越乾淨 其實打掃用罪的方法 不僅能示範功倍 效果甚至會比想像中的還要好 今天這一期無恙嗎 就要帶你破除打掃謎詞 歡迎收看正式年齡 歡迎來到家 歡迎來到我們的來賓 思佳 大家好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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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歡迎 歡迎 思佑 歡迎 大家好 就是我們今天的 我的小助手 阿比 謝謝 對 剛剛好 我們在這裡找到寵物的毛 很可怕 它會一直掉 一直掉嗎 這是真的嗎 為什麼要不 換季 就是那個 那一段時間 那個就會一直 對 會更多 平常就會有 平常是少量 像我養的狗 沒有那麼會掉毛 可是如果我穿一些黑色的衣服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掉得很明顯 對 而且像有些人的沙發 如果是布面的 它會整個黏滿 然後地上也會油 而且再加上我又長頭髮 家裡有多少毛 對 全部都是毛 像我有的時候就會用那種就是 有一種用推的 就是那種靜電的那種 因為有時候你用膠帶很麻煩 你要蹲在地上 所以我就用那種靜電的推 可是推到後面 它其實都會飛起來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才滿麻煩的 我跟妳講 這一種對於年輕人可以 對於我們這一種有點步入中年 要這樣子滾 第一個 腰很痠耶 沒錯 差不起來對不對 對 那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度小瓶數 你這樣腰才不會太累 然後再來就是吸塵器是可以吸 可是有時候回到家真的很晚了 你那吸塵器的聲音太大聲了 對 然後像我們家有小孩 又不能吵到小孩 所以其實很麻煩 是 不用麻煩了 我們現在有我們的 達人在怕什麼呢 達人 可以教我們幾個什麼小撇步嗎 那個寵物的毛其實都很輕 尤其像貓毛 那更輕 所以有養貓的人 對那個毛髮都會很傷腦筋 通常我們大概都是會用吸塵器處理 或者是用那種黏膠的用棍 膠帶什麼的 黏膠的 對 滾輪的那種黏膠拖把去處理 那有時候真的像那個 像地毯來講 它很容易卡在裡面 你根本就清不乾淨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在家裡頭 我們可以用一些 好像這種 對 就是你可以用像這樣子的水瓶 然後上面纏那個我們的 橡皮筋就好了 好 纏好之後呢 譬如說好像我這邊 是不是有很多 髒乎 或者是灰塵 或是動物的毛髮 對 那你就用這個 好 示範給大家看 是這樣子 對 你就這樣子把它 嚕一嚕 有沒有 其實真的是這樣 我跟你講它嚕一嚕之後 它有一些會黏在上面 有一些它會集中起來 集中起來 你就把它抓一抓就好了 它就抓起來 有沒有 真的耶 它就抓起來了 對 我沒有想到 所以如果說吸塵器怕 三菱三葉超得到鄰居 你就用這一支就好了 它又可以把那個毛髮都這樣子 集中起來 好快 滿快的耶 一抓就好了 橡皮筋可以這樣用耶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都 在家裡面生活上是有的 寶特瓶什麼都可以 對 橡皮筋也是都把它留著 然後你這樣子 一下子就是局部 就可以用乾乾淨淨的 而且它也可以重複使用 滿環保的 對 那兩位 你們的清潔小撇步是什麼 我們家是我會在 因為你知道那個狗毛 對 頭髮還比較有一點重量 對 像狗毛稍微有一點風 它會飛 它就會飛了 所以我們家都 我都會先 噴一點水 噴水 空氣 就地上 就是有毛 就像我們小時候在學校 要打掃的時候 不是都會先去打水嗎 對 那我們家是用 就是用像那種噴的 然後噴在 就是你會 大概知道就是 這邊毛髮很多的時候 我都會噴一下 是 然後再用那個乾的除 那個除橙紙 然後去脫 它那個毛髮才不會就是 每次一吸 因為以前我沒有用這個的時候 我每次只要一掃或一吸 我老公在旁邊打噴嚏 因為我老公就是 敏感 對 它是屬於過敏 鼻子過敏 所以我噴了之後 它會比較好一點 我打燒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是 像這些 其實都是我們生活上的泥濕 跟疑慮 我跟你講 我們要解決泥濕 是什麼方法呢 我們有 來 阿布 這些行為會讓你越少越髒 因為你不見得灑水之後 它會乾淨 對 可能有人就灑水之後 它越清理的時候 它是乾淨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些迷思 好 第一個 地板要沾水嗎 要還是不要 你們覺得 我覺得 要吧 我覺得不要吧 專家到底是要還是不要 我跟你講這有兩種方式 其實我是在中間的 譬如說你們家 確定就是都只有灰塵 其實你是不要沾水的 你用除塵紙拖把拖一拖 乾的處理 對 乾的 乾處理就可以了 是 但是譬如說家裡有養寵物 或是有小朋友的 他們很容易在地上爬來爬去 或寵物有時候 就在地上吃東西什麼的 我們地上會有垢 那個用 用那個除塵紙拖把是 對 是清不乾淨的 所以就一定要沾水 才有辦法把那個污垢清理起來 好 來 我們看看第二滴 使用吸塵器時要開窗嗎 我知道了 要還是不要 看狀況 看狀況 沒有喔 不一定的喔 如果隔壁有施工 在蓋房子的時候就不要 那就不要 但如果你家旁邊 就是還滿乾淨的話 就開窗 沒有啦 但我覺得如果只是純粹 講一般的狀況的話 可能不要開 因為開窗會有風進來 你吸風又在那邊吹 你根本就吸不乾淨 那馬克老師你覺得呢 馬克醫師 不好意思 我是馬克醫師 我已經叫你老師 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在那個 做清潔的時候 尤其做掃地機器的 或是我們的吸塵器的時候 我們會有 對 那如果你這時候 就是把門窗打開 其實那個只會更長而已 你把密閉的話 這樣比較容易抽到 你想要打鐵的問題 這樣比較乾淨一點 是 但是我有點 因為我跟你講 對 要中間 你們兩個真的 看狀況 對 要看狀況 第一個要看你們家吸塵器 是什麼樣的吸塵器 我跟你講如果說是比較 傳統的吸塵器 叫插電的那一種 它是不是主機都在下面 對 那它的那個氣體 都是在下面 你的張空氣出來 是不是都在下面 對 這個時候如果你開窗的時候 它會讓氣流會更強 它會捲上來 對 所以如果說你們家 是那種插電的 那個主機 是在地上跑來跑去的那一種 是 原則上你就不要開窗 但是現在是不是很多都是 馬達在上頭 對 對 馬達在上頭的 就是無限的 無限的馬達在上頭 其實那種的話 現在比較先進 它的空氣 濾出來的空氣比較乾淨 因為它們都有屬於 那種醫療級的濾網 對 所以它濾出來的空氣比較乾淨 所以這個時候你開窗 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對 所以一樣 是看狀況 對 要看狀況 沒有絕對的 沒有絕對的 第二次 我們又知道了 是 好 我們看第三題 來 打掃廁所的順序 你會從第一牆壁 第二地板 第三馬桶 你會照哪個順序 一 二 三 這樣子來打掃 我有答案了 一定是牆壁鞋 因為牆壁洞 一定會到地上 對 然後再來是馬桶 因為馬桶洞洞 地上也會濕 所以最後才是地板 所以我是選一 三 二 你們怎麼沒有一個選項 就是看狀況 就掃完就好了 還有一個掃完就好了 掃完就好了 好 那我選一 三 二 你選一 三 二 C 好 那專家呢 我覺得大家都滿 我覺得大家都滿有概念的 其實C是正確答案 對 因為我們要從高處往下掃 然後因為我們也知道馬桶很髒 你在清理馬桶的時候 它可能會漸出來到地板 對 所以你的順序一定是 牆壁 馬桶 然後再來是地面 這樣子才是正確的一個方法 好 來 第四題 第四題 噴清潔劑在物品上面 再拿抹布來擦拭 這是對還是不對 等一下 等一下 清潔劑 因為要看什麼物品 看什麼物品 冷的話就不能這樣 當然啊 物品很重要 不能再上高 對啊 妳如果皮革也不行 皮革也不行 對啊 清潔劑 它會有漂白的 或什麼之類的 應該是說 不能夠直接噴在物品的表面上 連我們的 像Baby也是 皮屋 都不能這樣直接噴 直接噴 因為我們有時候 一噴下去的時候 濃度太高 對 你有可能會損傷到 這個物品的表面 所以我們都建議就是說 你要拿濕抹布 然後再來把那個清潔劑 直接噴在抹布上面 讓它均勻嘛 然後你再去擦拭 這樣才不會說 你到時候如果 它真的是 一噴下去 你就沒救了 你知道嗎 那我們也會建議就是說 你不知道這個清潔劑 可不可以使用在這個物品上的時候 你就找個角落 不明顯的地方 先稍微噴一下 看它都完全不會變色 或是腐蝕的話 你就可以大膽的用 那就OK這樣 但是原則上還是把它噴在抹布上 它是比較好的 OK 好 第二個 來 酒精一瓶 焦糖一瓶是對 還是很對 酒精一瓶 酒精一瓶 對吧 要把酒精加 我的觀念是對的不是嗎 對啊 因為酒精還有分 現在酒精很貴啊 對 但我知道酒精有分 就是食用級的 還有 跟非食用級的 還有調用的 對 對 所以如果 所以要看狀況 看它是什麼樣的酒精 所以我已經 拒好了 對 一般來說我們覺得 我們在 平常我們檢查 噴的時候 有分 75和90最常見的 對 那我們發現臨床上75% 60%以上 其實病毒就已經會消 就消滅了 是 但是某些病毒 例如我們的腸病毒 還有我們的一些 弱樓病毒 其中酒精是殺不了的 是 所以你要看什麼時間 要用什麼東西 那如果目前 大家在乎的是 新冠肺炎的話 那其實用酒精的話 75% 就已經可以殺死 所有的病毒 那問題來說75% 已經是最好的了 如果你用90%的話 有可能就會有 我們的皮膚上的灼傷 是 所以你用得夠強的話 就不好 如果過地的話 就沒效果 對 其實說真的也不能亂用 但是啊 你稀釋的話 我們大概稀釋要 例如說酒精比例是多少 然後水的比例是多少 沒有 就是你買的時候要知道 你買的是75%還是90% 如果是75% 就不用再稀釋了 我們現在目前講的 所有的稀釋 都是為了那個次力酸水 或是你的消毒水 才要稀釋 這個75%就是75%了 你在稀釋它就 沒有75%的效果了 對 原來是這樣子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問題 是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看不見更可怕 對 原來這些地方是這麼這麼的髒 看不見更可怕 其實很多 很多 因為我近視嘛 不是這個問題喔 不是啊 不是… 你看了就知道 這是不用舉牌的啦 不用舉人 我們先看一下 馬頭蓋 很髒 很髒 對 非常非常髒 尤其是內蓋的地方 對 因為我們看不見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清 對 對 我們看的只是表面而已 而且因為女生是坐著上 男生是掀起來上 掉了亂七八糟 我們沒看見又蓋下去 就坐在邊 尤其上三更半夜 對 對 那時候真的很生氣耶 其實這個是問專家 如果我們清馬桶 我們要怎麼清 清馬桶的話 其實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那般清馬桶裡面 我們都用馬桶刷 因為我們可能 也不可能用手真的下去刷 所以用馬桶刷 但是那個上面這一層 有很多人都會用抹布去 去擦那個馬桶蓋 你們都用抹布嗎 不是 我都用那個 廚房紙巾厚一點 因為用完就丟了 要不然那個 如果抹布上面太多細菌了 對 所以我建議說 不能用抹布去擦 是 要的話就像 廚房紙巾是可以 或者是用衛生紙就好了 是 你刷一刷之後 用衛生紙把它擦乾淨 這樣子的話才會比較乾淨 不要用抹布去擦 我自己有一個小撇步 我們用過的牙刷 不要的 我都會把它洗一洗之後 留著瀝乾留著 然後等到那個什麼時候 我會拿那個 譬如說我們拖地 我放一點點漂白水 然後要拖地 我就用那個水 在旁邊這樣子 因為它可以加一刷 這樣夠 對 才發現說 怎麼那麼那麼的髒 還有它髒不是髒旁邊 那個圈像水的那個地方 我也會常常去刷它 因為它就像我們青苔 弄水弄久了以後 它就會 它上面很多有一些菌 有的還會發霉 因為你要看你居住的環境 就比較潮濕 對 好 那第二個是什麼 門搜吧 門搜刷 我們只有每年過年 要大嫂出的時候才會去洗它 對 才會想到它對不對 沒錯 然後這個的話其實也是 都是可以用酒精噴一噴 老師有一個 專家有一個 那個是用 我們用布 不要的那個尾有沒有 洗乾淨的 放在上面 用橡皮筋把它弄整 這樣子可以嗎 那我們常常可以把它 抽下來洗 這樣會不會比較好 你說套在門把上嗎 對… 本來 可是我覺得 可是那種單位 基本都是布做的 我覺得反而不要耶 真的喔 因為你的手都髒髒的 你那個布一直摸 一直摸 其實都摸髒了 是 其實反而就用原本那個金屬 金屬還比較好 它比較不夠 好擦拭 對 好擦拭 站在上面你擦一下就掉了 或者是噴一噴酒精 擦一下就掉了 其實是OK的 好 我要補充一下 你有怕要講話 終於沒有 來 馬桶系我要講話 其實馬桶蓋和門搜刷 大家會覺得 好像馬桶蓋比較髒 對 因為門搜刷 最近還發現門搜刷比較髒 因為我們從外面進來的時候 會帶更多細菌在 第一個動作就開門嘛 對 所以會留到最多細菌 是在我們的門搜刷 還有個地方也很髒 那個電梯的按鍵 對 很多人按 可是那個東西你說 如果我們拿家裡面的鑰匙頭 這樣子按 其實是OK的 對 你說用鑰匙 沒有 可是那個鑰匙頭 就變髒了 對啊 你要把它這種 可以丟掉的東西 例如牙籤 牙籌 好髒髒 你說我先 或是 衛生紙這樣隔一下就丟掉了 所以不要全部使用的東西 是 然後盡量不要讓小朋友在那邊摸 對 因為小朋友想按嘛 盡量不要讓他在那邊摸 其實那個地方是細菌最多的地方 對 然後門搜刷 目前因為它是金屬的 大家會覺得 金屬比較容易長病毒 還是我們的衣服比較容易長 衣服 對 所以這是錯的 這是細菌才是這樣子 那我們病毒喔 它是喜歡在光滑的金屬表面 或火得更多 對 細菌跟病毒 那天我有看到一個報導 它講說它那個 它可以 病毒可以在上面兩個小時 對 兩個小時 對 這個也是要注意一下 來 還有牙刷 牙刷也是一個很可怕的 對 尤其是每次沖一次那個 馬桶 你如果蓋子沒蓋好 它那個細菌 然後連棚 通常我們牙刷都會放在 那個洗手台旁邊 對 它就附著很多 所以這個最近有一個實驗出來了 結果發現說大家很擔心說 我們在沖馬桶的時候 細菌會不會飄出來 結果發現其實不會飄 因為其實我們在沖馬桶的時候 它有一個吸力是往下的 所以不會啊 所以它有時候有很多時間 怕把培養品放在各個角落 它只有大概 噴大概 大概三四公分以內之類的 所以這個實驗是正式的 真的嗎 之前說的 因為一開始是在去年的時候 美國紐約有在做一個實驗說 沖馬桶很恐怖 因為會有陽神到六公尺 不是 因為它會有一個吸力 衝進去之後 然後再回來 它就說那個回來的時候 那個很可怕的 對 就跟得出來了 對 它才用培養品來去證明說 到底它有陽神到哪裡去 所以這個觀念是不對的 但是沖馬桶的時候是增加 會增加旁邊的細菌 大概會多一倍能量是真的 是 那這樣子大家如果要沖馬桶的時候 蓋起來 對 沒錯 蓋起來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習慣 對啊 要不然我們要馬桶蓋幹嘛 對 但是還沒回答到 牙刷到有多張 對 其實我們如果用 連續用三個禮拜的牙刷的話 它的菌比我們的馬桶 還高上五十倍 對 大概可以上一到一十一之類的 可是牙刷通常就是 但是不用一劑嗎 沒有啦 要怎麼換 大概一個月用一個月 一個月 對 不要等它開叉的時候再換 因為我的牙刷都不會開叉 你也有輕輕的刷 我是真的 他很輕輕的刷的那種 因為生母前就是有建議 我們的刷牙的時候 是要輕輕的 然後備式刷法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牙刷就不會 更不會開叉 對 就會用更久 所以反正不對 好 刷開其實滿難的 而且有的牙刷 它還有就是 就是除菌的功效 對 你看牙刷這麼多 那個縫隙其實 除不了菌的 很髒耶 那我問一下 那個馬克醫師 那個有一個鈣子 有沒有 那個牙... 牙刷的鈣子 那個可以嗎 問題在說它 我們牙刷會比較容易 長無納過 除了通風之外 第二個問題是它 所以你把它蓋起來 不通風 就會吵溼 對 而且因為我們都放在浴室 浴室本來就很吵溼 對 對 你用完之後它就更濕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每個月換一個 好 接下來 沾吧 我們的點 對 點真的是滿可怕 以前 那個菜市場不是說木頭 對 圓圓的 我每次看他們在鬥吧 那個刷下來的 他們不是都刀很利用 我都覺得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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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有格格的 一層這樣子 灰灰的 它把連木頭的那個穴 都撈起來了 對 所以它那個東西 這樣子是安全的嗎 如果我們有這種東西 我看到那時候好害怕 而且那個刁嬤 牙他們就是原本是平的 因為歲月的痕跡 那凹槽是好像 告訴大家說我這家生意非常好 對 真的想問我那個凹槽嗎 但我問喔 這是職業的對不對 那我們家用的 有時候我們想說 我們自己個人住外面 然後不是用 我們又不是住那種大家族的 所以我們都用那種 有一種那個是什麼 要薄的 要薄的 很多顏色 可是我們很認真的看喔 你這樣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半年擦起來 它有黑色 有紋路在 這個是不是都是細菌 都是細菌 如主持人講的 這都是細菌可以存在的地方 因為都會有那個痕跡的嘛 可是問題要說 其實我們的攤販 那個豬肉攤販 和我們家的話 可能豬肉攤販還比較乾淨一點 因為它用來用去只用豬肉 它沒有用其他東西 可是我們會在上面 豬肉 水果 魚 魚 什麼罐頭 切什麼 食物我都在上面 所以它上面用的菌 可能有葡萄酒菌 基本上是葡萄酒菌 都砸在一起 都有了 別喝過 對 它這邊是 比我們的麻糬蓋 還要更髒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個 鑽板的話 你就是定期一定要用 像最簡單 你就用醋水就好了 對 用醋水 對 你就用醋水 你可能就用那個 我們的那個廚房紙巾 對 鋪在上面 然後醋水噴一噴 然後覆蓋在上面 這樣子的話可以清潔 可以殺菌 其實說真的 現在很多那種 很輕便的那種菜店 對 如果可以買的話 我們就分類一下 對 水果一個 然後肉類一個 對 生食熟食 對 其實對我們也好 然後我們在保養的話 我們其實說 如果能夠把它晾乾 我們就晾乾 如果不能的話 我們生活小常識就是 我們的醋 白醋拿來 我們就噴一噴 然後擦擦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馬克爾醫師 比較嚴謹的 我們還是要消毒 酒精也可以 實用 實用的 對 然後噴一噴 再把它晾乾 這樣就好了 我們那張板 還要再噴酒精 其實不對 就會用清潔一洗了 它就會乾淨了 就好像我們手 我們強調就洗手就好 沒有強調說要 酒精乾洗手 只是說你找不到 洗手的地方 你可以用酒精乾洗手 所以主要的話 我們只要洗手的話 就可以把病毒給洗 可是一般的肥皂就可以了 不用滅菌 不用消毒 所以很多人是洗完手 還要再去噴酒精 所以其實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 反正是擦乾淨就好了 那除非沒有清潔液 我只有水的時候 我洗個手 之後再噴酒精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洗洗手乳 我不知道 對 有點乾 乾色 我情願就是 全部都給它搓一搓 洗完之後 我也不喜歡用精擦 因為有時候那個紙 不是那個薄的 黏膏那樣 對 我都盡量這樣子 要不然 這樣就不對了 不行 不行 我又不能濕 一定要乾 要只擦濕 要擦濕的動作 如果有小孩都知道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擦乾嗎 擦 對 最後一個一定是要擦乾淨 因為它要把那個病 擦乾淨 因為如果你的手是濕的話 你就會沾更多的病毒 對 那我想問馬科醫生 像我們很常在外面上廁所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轟手機 這個好嗎 那個很髒對不對 不要用 那邊因為它產生氣流 會帶來更多的細菌 而且 除非裡面有那個紫外等 可能才是有 而且你知道有些 有些它都沒有清理 再仔細看它那個邊邊 都有發霉 對 所以我們的整個五個 五次覺的口學 最後一個是在擦 不是在轟 是 所以是一定要擦乾淨 原來是要把它 整個擦乾 對 不然細菌看了以後 完全就在上 原來是這樣 有沒有覺得 人生一定要有一個 醫生的朋友 一定的 所以我們是 我們等一下留來 相見恨晚嗎 來 留個來 好 我們還有最後一題 來 黏波血 我也覺得它很髒 我是覺得會滿臭的 是 對啊 所以盡量 如果你鞋子 回家的時候 其實把它亮起來 摳起來這樣 然後讓它通風 還是說穿塑膠的 沒有 我建議說在家裡 就是不要穿拖鞋 沒有 我也是 我每次都說我是武者 對 這樣是最乾淨的 我到誰家我都是打字腳 人家你要 習慣穿拖鞋 你要自己想 我是舞者 我是舞者 所以舞者是不穿鞋的 對 現代舞 對 所以你就可以 因為這樣子比較乾爽 還可以接觸到地面的感覺 而且我們的皮膚表層 就有一個角質層 本身就是最好的保護力 不需要再穿其他東西來保護 尤其在家 就已經這麼安全了 不穿其他東西 反而比較容易 而且我們去連家做科 那拖鞋 有不知道幾百個人穿過 對 對 那我們自己戴又不好意思 對 那我就覺得不要穿 反正你自己也穿著襪子 是無所謂 是 然後現在啊 現在這個防疫時期 其實大家都很注重就是洗手 其實洗手它是有撇步的 你知道嗎 洗手不是這樣洗洗 這樣洗洗就好 它是有一些撇步就好 這些撇步我們就交給我們的馬克醫生 因為他有自己設計了一套 教小朋友也好 教老人家也好 的洗手的小朋友 是不是 對… 那可能我們要 現在要互動了 完了 你這樣子當面撩就好嗎 不能撩嗎 可以啊 請撩 麻煩趕快 等一下 現在這個時期這樣子是好嗎 我們是要有距離的耶 但我們手已經牽了 等一下要趕洗手 你們一起生病吧 滑手間 滑手間 對…有什麼小朋友呢 為什麼要這樣互動呢 重點是我們要洗手的時候 要怎麼洗乾淨 我們要有一個七個步驟 但是你要先教我們 是哪七個步驟啊 好 七個我們洗手嘛 我們暫時的過後嘛 我們先洗那一側 是 所以小朋友 還有一些阿公阿嬤們 你們看清楚了喔 先洗手 裡面 對 然後這樣洗乾淨 好 外面第二個 然後你洗的時候要算 算1 2 3 4 5 1 2 3 4 5 要洗5秒 洗5秒 這樣洗會乾淨 這個也是嗎 對…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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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洗我們什麼 洗我們的指輩 我們最不注意到的就是我們的指輩 對 這樣喔 這樣吸到這樣 1 2 3 4 5 然後 再來第五個 對 為什麼要洗這個 我要洗我們拇指還有我們的虎口的地方 那其他的這些呢 等一下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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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心裡想七個 現在他已經第幾個 大拇指 對 對 我們最不常注意的地方也要寫 對 那最後呢我們就還有那個手指 四個手指的指尖 指尖 對 那洗完之後就到我們的手腕 手腕 這個其實最重要 對 這裡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單U有沒有都會U你這邊 你那個打那個鍵盤的時候 這邊也都會 也是 對…磨症的話 來 所以這七個步驟就會洗完我們的手乾乾淨淨 大概就要用到40到60秒 40到60秒 對 好的洗手房是一定要有40到60秒才會洗乾淨 對 這樣我們就會晃進去最有關 所以它超過20秒以上 對… 然後記得慢慢洗沒關係 我們不關時間 記得都要五下 那你叫我站起來的意思是 那 因為我很喜歡美希惠姐 尤其從那個 上次的鐘… 鐘破山 對…那首歌我很愛 真的 所以我就用這首歌來編了一個舞 你現在沒那麼愛喔 對 定情舞… 真的是 跳起來… 我老公也不敢這樣子撩我 對 他既然這麼大方的話 真的 我就跟他一起共舞囉 好 那馬克老師你要怎麼共舞呢 我們就來跳了一個 對 我希望你的歌聲 因為啊 我的歌它是其實是教你要洗手 洗手完以後 還做菜嘛 對 那洗手現在最重要 對 做菜留給媽媽就好了 對 所以我的前奏先給你 好 洗手 洗手完了以後 然後你就做你這個 對 好不好 來 我們看我們有沒有可以默契大討 好 來 我們現在來囉 好 來 洗手 好 來 馬克老師 可以 內 外 夾 公 大 立 彎 嘿 請問 請問 他還在想 請問 來 馬克老師 內 外 夾 公 大 立 彎 來 最後一個 你好嗎 不好意思 美鳳姐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他真的是醫生嗎 他真的是 而且是 對… 但是他這樣子帶動其實是滿好 但我比較不了解是 後面那個姿勢是 不要 我們節目啊 對… 好貼心喔 真的 他就是這點甜蜜 對… 所以記得這七個步驟 沒錯 內 外 夾 公 大 立 彎 對 這樣子洗的話 手才會洗乾淨 好 謝謝 謝謝馬克老師 來 接下來 可是細菌這麼多 我們現在有一個可以測細菌的 我每次看到這個我都很害怕 所以我們這邊有個小小的測試 對 我們找我們的 我的小助手 這個厲害了 來看一下 這個看要測試哪裡 是 它是一個有點類似棉花棒的東西 這樣子 他就棉花棒 對 對 你自己棉花棒 他就棉花棒 他不是棉花棒嗎 你看看你想要測哪裡 對 類似棉花棒 對 就是棉花棒 是 那看你想測哪裡的細菌 完全跟它抹一抹 是 對 那看我們這次想抹哪裡 口罩什麼那些都可以 口罩…可不可以試口罩 因為現在大家都會戴口袋 我也有口袋 我想要抹裡面還外面 外面吧 外面 不是 你要沾濕嗎 還是就改成這樣 不用… 他就這樣抹就好 你… 你一般以為你要欺負他的父母 對啊 嚇一跳 來 好 來 而且 裡面也可以 外面也可以 我們先用的是外面的 思佳妳這個口罩什麼時候用的 這個是我拿來的 這個是 一個禮拜的口罩 一個禮拜 我手還碰了耶 好 那就是一個禮拜的量 好了 一個禮拜的量好不好 我們測試一下 看看它可以有多張 壓進去 壓進去 放進去裡面 對 好想要這台喔 它多久 來了 正在檢測中 這真的可以嗎 應該是超髒的吧 扣 扣一點… 你拿前面一點可以嗎 1740耶 1740 1740 我們可以再來試看看別的 可以啊 對啊 我們要吃什麼 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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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最常的都是嘴 因為狗都會吃屎 可是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拿 棉花棒放在嘴邊 然後就 看測手機啊 其實 手機很大 手機很大 手機 手機 那我們這樣子 我們測兩個好不好 我們用最快的速度測兩個 來看看 因為手機是我們每天 都要拿著的 所以我們的細菌在這邊 它也會附著在手機的上面 所以現在最髒了 手機是誰的 證明是醫生 我有醫生的照片 是 所以你測看看 而且因為他們說 還有背面 他們說 像那個手機 他們現在在醫院的反護 因為你如果一直用酒精噴 手機本身會有損害 而且你旁邊的這個 吸縫噴不到 也是會 所以他們就會說 他們現在都會拿塑膠袋 再把它包起來 或是用保鮮膜 你把它包起來之後 你整個要噴的 比較不會傷害 或是直接把那個 保鮮膜給換掉 會有問題 反而會不會比較乾淨 是 你的小助理就拿這一根 我要怎麼擦 就這個擦他嘴巴嗎 這是耳溫腔嗎 可能要壓一個壓舌板 那種 沒有 或者是嘴巴邊邊 狗包醬嘴巴邊邊 對 對 好 我們現在 弄不到裡面沒關係 有 他吃了 他吃了 這樣應該差不多可以 他吃了 他會吃下去 測那個 我們先看一下手機的 對 手機的 對 手機是我們每天都在用的 每天都在接住的 我們來看搭車Mark有多髒 來囉 來囉 好緊張 到底是多少呢 對 看看 這邊 這邊 91 還好耶 我心很乾淨喔 果然一直愛乾淨 妳的口罩真的臭臭的耶 這是我一個禮拜錢用的喔 而且我剛才還拿了一下 我的珍藏拿來給你們耶 等一下 我剛剛 等一下 我剛剛倒過來 我背耶 不是 我剛才大概沾了300 那我跟你說 妳的皮蛋才可愛 皮蛋只要 要吃 皮蛋喜歡嗎 皮蛋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皮蛋 來 檢測中 多少 扣一點 扣一點 扣 十五萬耶 你看 你看 你才能這樣 你才能這樣 什麼話啊 想講你 哇塞 妳也太髒了 你才能這樣 還嫌他 還嫌他 跟他手臂 你看 是 你不要回來 你不要回來 妳這叫 好像叫叫寶 一樣 抱了一隻 你看 你真的生氣了 好髒喔 像真的很髒 好 因為為什麼 剛剛跑來 那他有弄到他的嘴巴 對 他有用到他嘴巴 但因為狗狗不像我們人 我們還可以去漱口 狗狗的話其實 如果這樣的話 就是主人多多幫他的嘴巴擦乾淨 我跟你講 你這就真愛 不是 我跟你講 你真的有真愛 不是 是啦 你看 人家會跟自己的狗 接吻 超多五湯 接吻 不行 五湯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問題 現在有酒精很貴 如果我們在家裡面 如果有沒有什麼 就是我們隨手可以買得到 或者是用得到的東西 我們可以把它拿來 當成酒精之類 可以來小小的消毒一下 我這個要問一下達人 有沒有可以教一下媽媽們 或者是小姐們上班族的 自製 對 自製的一些精油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一些 消毒用品 這樣算起來 我們今天裡面最髒的應該是 是 你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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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真的相信 你們家怎麼整理 因為你知道我客家人 客家人 客家人除了就是 就是你買東西一定會找到最省 前CP值又高的東西 請問一下是什麼撇步 我跟你講 因為我本身我雖然是客家人 但我滿懶的 真的 所以因為不是因為我要帶小孩 對 然後又 對 然後我 你看那個皮帶又長成這個樣 我怎麼能不找一個就是 我自己也可以很輕鬆 然後我可以照顧毛小孩之外 又可以照顧嬰兒 對 因為有些人會因為有了嬰兒 然後 就忘了毛小孩 對 那我覺得兩邊都可以照顧 就是這一台 那我覺得兩邊都可以照顧 就是這一台 我跟你講 這一台是 地表 唯一 有那個 UV LED燈的 紫外線 有六盞紫外線燈 就是我們那個 就是非常厲害 殺菌 對 除菌的 除菌技術 通常一般的那個掃地機器人 就只有打掃 最多就是有拖地 對 有的掃地機器人有拖地 對 把它放著不就好了 對 但是因為你看 我們剛才要就是要殺 就是除菌 都是除在自己身上 是 可是因為我們有毛小孩 他就會舔東西掉毛 是 那我們清掃之後 我們又要用漂白水 對 刺濾酸水 然後酒精去消毒 可是今天有 我們家有寶寶 他會爬 那爬的東西掉在地上 他是不是會吃 那這一台 我就覺得天啊 這一台也太厲害 他居然可以有除菌的技術 可是他小小一台而已 他小小一台 那你可以試看看 他是躲起來嗎 我跟你講 我給你試試看 對 你說什麼燈在哪裡 他有三段 他在裡面 他燈有在裡面 有沒有 這裡有六個 1 2 3 4 5 6 是 所以他有三段 他第一段就是 一般的 對 一般的打掃 就基本功能 對 沒有除菌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就是專門除菌的 就譬如說你覺得很乾淨了 你只要除菌 第三個就是 又是你邊打掃 又可以 對 又可以邊除菌 對 其實這個是媽媽最喜歡的 然後再來有些就是 我們最怕就是耗材了 沒錯 因為通常出了第一代之後 可能會出第二代 第三代 第一代的耗材就買不到了 對 那這一台呢 它不需要耗材 它這個蓋子打開 它這個總電源就是在這裡 是 對 然後你打開之後呢 它就是有一個盒子 你只要清洗它就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那個 對 除那個 那個盒子 菌的 基層盒 那有的是紙的 就是拋棄式的 是 那你用完要買 對 那你如果出到 它出到五六代 結果你是第一代的時候 你買不到 是 你一台掃地機器人就浪費掉 因為有的好的掃地機器人 是不便宜的 它很方便 它就這樣放著就好了 對 然後所以你這樣子 舒適可以用很久 因為它不需要買一些耗材 沒錯 而且它清潔滿容易的 很簡單 對 清潔很容易 然後它遙控器也非常簡單 就老人家也好操作 你就只要把它打開 對 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 是 然後打開之後它有三個模式 儲具模式 儲具 對 然後再 綜合模式 綜合 三模式 一般模式就是打掃 是 然後我們就一般模式 我們就先 一般 開啟了 開啟了 它就開始動了 對 然後你看到它這個在掃的 就是在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等一下拿著它怎麼掃 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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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告訴你 你知道它就是 有點像Series這樣子 告訴你說 你幫我放下來 我怎麼突然發現它是皮蛋 然後它有高效滾刷 是 然後跟那個牆 就是萬 就是萬種牆力系統 它真的很紅 所以它吸得很乾淨 很乾淨 你看 不管是地板 或者是磁磚 或者是地毯 木頭 木頭的 其實這樣子 而且縫很重要 對 它也會慢慢去把它吸起來嗎 也會 然後你如果就是譬如說桌面上 它也是不會掉下來的 是 所以你就很放心 像譬如說 像我們家的模式 就是譬如說狗狗跑完之後 是 我就會把狗狗放下來 換兒子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打開來 就是綜合模式 因為它就是可以除菌 然後又可以就是 稍微吸一下毛髮 它如果小孩子碰到 應該也不會有危險 沒有 因為它有 我剛才有講 它有 百分之九 十九點九的殺菌的功效 不是 我有小孩子去碰到它的 也安全 因為它是在 因為它的那個燥燈是在底下 是 所以也不用擔心 是 是可以跟小孩子弄久 你在聽 它其實很 已經很小生了 而且它連那個小塑膠穴都可以 對 它就在除菌 你看它的那個刷子沒有在動 就是它在除菌了 沒有動就是在除菌 所以它在轉就是清潔 然後它停的就是它在除菌 然後再來就是 我剛才不是有講 我有時候晚上 我小孩睡覺之後 我要打掃 我就沒有辦法打掃 對 這個超安靜的 所以我們家寶寶都不會被吵醒 然後晚上我們就把它打開來 因為我有一台 很像戰鬥機 就是一台就 弄高頻那樣子很吵 然後這個就非常安靜 它平常剛才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你也不覺得它吵 對 然後當到 對 當它殺菌的時候更安靜 是 它超厲害 所以我才說它是地表唯一 現在最強 唯一一個可以殺菌的 是 然後我也覺得它超厲害 CP值超高 我跟你講要相信客家人 是 你以為我只有帶這個嗎 應該是吧 我跟你講 家裡本身就是有小孩 然後還有客家人 是 找東西 我跟你講客家人真的勤儉持家 是 我 我持家 勤儉還是 就是還是要看東西 對 所以我有時候會買高一點 貴一點的東西 但是它可以用很久 可能五年 十年 然後接下來我帶了一個 非常厲害的 攜帶式廚具 神器 攜帶式廚具 就是等於我們出去的時候 可以攜帶著它 對 它就是紫外線燈 攜帶式的 紫外線就厲害了 對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帶它彷彿像宮廟 有保佑是不是 有保佑 髒是不是 有髒東西 對 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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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公分 然後一秒 你不需要到胸部吧 我怕你那裡髒嗎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就是不要照到那個 不要接觸皮膚 是 就是衣服的地方 尤其是我們最近 不是很常要戴口罩 對 剛剛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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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處理一下嗎 要測試 17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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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照的是這一面 還是哪一面 對 外面 對 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是 好 這台我跟你講 同一個牌子 對 這已經賣到缺貨 我搶 好不容易才搶到一台 因為沒有 因為啊 最主要是因為有寶寶 所以你必須要用這種東西 像我們奶瓶 其實你也是 可以用這種 對 也可以消毒 而且還有一種情況 就是你可能先拿下來 就要再戴上去的時候 對 那個狀況 對 然後你的試碰到 你就再戴回來練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來測試看看 好 然後你就是 一公分 一秒 不要碰到喔 不要碰到 然後這個不要接觸到皮膚 就是你要殺 就是殺住的東西 然後也盡量 所以衣物都可以 衣物可以 但是主要就是你 譬如說杯子嘛 你可喝的杯子 然後你就這樣照一下 是 它這樣其實就在幫你消毒 對 然後這時候 我們的小助手 是 來囉 來囉 剛剛是17多嘛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們消毒過 現在來看看多少 對 不然那小助手 你寫要不要 可以啦 你可以嗎 可以 來 好 唱一下 唱一下 你怎麼唱 我唱一下 那手搖杯嗎 來看看喔 這一台已經很強喔 對 我們看看你這台強不強 好緊張 感覺很像要誰得獎 對啊 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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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四分之一 對 甚四分之一 而且它剛剛只照一下下 我照一下下 它剛剛只會這樣子 回過去而已 這樣子 對 我覺得很棒 我介紹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現在是非常實質 沒錯 來 請坐 我們做個結論好不好 來 專家 對啊 其實有時候呢 我們物體的表面呢 看起來乾淨 並不一定是更 並不一定是乾淨的 沒錯 對 所以我們要更注重那些細節 然後才能夠讓我們的生活更安心 這樣 媽婆 你感到嗎 對啊 我覺得啊 因為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周遭很多的物體 都有可能有 也不知道有多少病菌的 數量的問題 所以最重要還是要洗手 可是洗手的時間 大家把我就是從外面回來的時候 脫口罩的時候 然後上廁所之後 回家的時候 碰小孩的時候 接下來 碰了別人的眼睛嘴巴 或是鼻涕的黏液 都要馬上洗手 抓住這幾個 你就會 可以安穩度過這個次的防疫了 謝謝我們馬克醫生 還有我們的專家 還有我們啊 會提供很多很多的新的 生活資訊給大家 所以一定要鎖定我們的節目喔 在這邊還有個後康 要介紹給你喔 只要你掃描QR透一下 就有機會獲得我們的 精美小禮物喔 我們就下次見囉 謝謝